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狐狸猫和狸狸都举着手 表示自己知道答案 狸狸先向大家解答 这题应该要选A和C 卖卖困惑地询问 为什么B是错误的 小树蛙见狐狸猫很有自信的模样 便请它来说明 狐狸猫解释 因为阴离子与阳离子 本身带的电量不一定相同 所以当电解值在水中解离出阴离子与阳离子 个数也不一定相同 卖卖这才恍然大悟 解出答案后 狐狸猫按下荧幕中的选项 立即出现成功答对的画面 四人开心地欢呼着通过了这个关卡 紧接着前往下一关 狐狸猫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发现了一个实验桌 看来下一关要准备做实验了呢 离离拿起桌上的纸条 发现他们不仅要做实验 还要解释实验原理 卖卖觉得这个游戏真有难度 不过小树蛙安慰它 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会解决问题的 狐狸猫提议 让我们先从纸条上的问题 开始回答吧 阅读完题目后 离离首先回答 酸性物质的特性 是在水中会解离出大量的氢离子 碱性物质的特性 是在水中会解离出大量的氢氧跟离子 小树蛙称赞离离回答得非常正确 狐狸猫心想 既然离离这么厉害 那自己也要加油了 现在让我们协助狐狸猫 一起来做第二题 这道题目真是困难 狐狸猫一行人 都努力地思考着该怎么做 狐狸猫先想到了可以加入分态 来检测溶液的酸碱性 麦麦赞同狐狸猫 也觉得可以使用分态 而且他还记得广庸试剂 可以依据溶液的酸碱性 呈现更多种的颜色 听完两人的想法 黎黎提议可以先将溶液分装 分别滴入两种酸碱指示剂做测试 大家认同的点点头 开始尝试这个做法 哇! 第一杯溶液在加入分态之后 溶液仍保持无色 但若是加入广庸试剂后 溶液则会呈现红色 可以推测其为酸性 PH值小于7 而第二杯溶液在加入分态之后 溶液会呈现粉红色 加入广用试剂之后 则会呈现蓝色 可以推测这杯溶液为碱性 PH值大于7 推论溶液的酸碱性后 小树蛙提议可以准备放入PHG了 麦麦紧张地把PHG放入第一杯溶液 PH值呈现为2 它将PHG清洗过后 再换到第二杯溶液 PH值显示为12 看到结果后 四人惊喜的鼓掌 检验证明它们的预测是正确的 小树蛙称赞麦麦非常细心 在测PH值的时候 有注意到重复使用PHG时 要先用洗涤瓶清洗 做实验时 一定不能漏掉这些细节哦 接下来 大家准备迎战最后一个关卡 狐狸猫一行人来到最后一关 仿佛有种挑战大魔王的感觉 它们为彼此加油打气 一同来到了荧幕前观看问题 麦麦、鲤鲤和狐狸猫 看到需要自行设计实验步骤 感觉有些挫折 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困难的问题 小树蛙鼓励大家 只要努力回想之前一起学习的时光 那些在课堂跟实验室奋斗的日子 眼前的难关一定会过去的 大家听完这一番话 回过神来 开始着手解决最后一个难题 麦麦拿起粉笔 协助记录过程 小树蛙发现题目中 已提示要使用盐酸跟氢氧化钠 那么这两个物质 便是本实验中的反应物了 当盐酸跟氢氧化钠混合之后 根据化学试 我们可以推测产物为食盐跟水 且酸碱中和的过程中 还会进行放热反应 使温度上升 而食盐容易溶于水中 我们需要将其加热 当水分蒸干时 就会剩下白色的晶体 没错 四人开心地一同说出解答 酸碱中和会产生盐加水 温度还会上升 大家欢呼着庆祝成功通关 今天的意志嘉年华闯关游戏 真是好玩又动脑 小树蛙也提醒大家 不要被题目吓到 只要将平时上课所学发挥出来 解决问题是易如反掌的哦 狐狸猫不好意思地说 自己看到字形设计这几个字 就被吓到啦 狸狸和麦麦同意地点点头 相信经过这次经验 以后也比较不会害怕这样的难题了 今天顺利过关了 狐狸猫向大家提议 赶快去吃大餐吧 走来走去又动脑的 它们的肚子早已咕噜咕噜叫了 于是狐狸猫一行人 开心地一起出发去吃大餐咯 回到家后 狐狸猫将今天在闯关时 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 解离说 电解质在水中 被自动解离成阴离子 与阳离子并自由移动 且解离出的阴离子 与阳离子所带的总电量会相等 但个数不一定相等 酸性物质在水中会解离出氢离子 碱性物质在水中会解离出氢阳根离子 指示剂可以用来判断溶液酸碱性 而PHG则可以准确测得溶液的PH值 酸碱中和的反应产物是盐类和水 反应过程中会放热 使溶液温度上升 各位同学 这个章节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 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吧 大家拜拜